鉴定一下网络热门生物视频 这就是浮游啊 既浮游于天地的那浮游 小时候在水底下用腮呼吸 能活一到数年 长大了就钻出来长出翅膀 能活几个小时或者一个礼拜 所以古人以为他朝生暮死 其实他小时候活得挺长 浮游的羽化很逗 别的昆虫羽化那翅一开始都很小 在等半天才慢慢的变大变硬 浮游是一钻出来那翅就跟弹簧伞似的 本就展开了 立马就可以飞 所以视频里这些浮游 为什么翅没展开我不太清楚 难道是羽化到半截上游发大水了 全给冲下来了 要不然就是这种类就这样 不清楚视频没头没尾的 这个是后虫 长得像海里的后 但其实没有亲缘关系 卵能耐干旱 浴水又迅速孵化 所以经常在雨后的水坑里出现 或者是稻田里 网上有卖它的卵当宠物的 我买过没孵出来 这个出现在羊树底下 北方有时候有 我以前视频讲过直接看吧 其实这个东西是另一种昆虫 叫羊潜叶跳象 它的幼虫敷出来之后 就钻到羊树叶的上下两层皮中间 吃出一个隧道来 然后吃着吃着 最后在羊树叶的里边 做这么一个圆圆的小圆片 自己藏在里边 身体再一收缩一弹 这个圆片就从叶上崩下来了 然后跳跳跳到这个缝隙里边 安全地坏用 它是狗狗吗 不是 这只雨星目的动物 可以叫它海雨星 这只快完蛋了 所以不爱动 在水下它会用这些腕 走路游泳抓东西吃 上回我在快手 我看见一个港海号的老铁拍这个 他说 我查了一下 这个叫海雨星 见过它扣一 没见过它扣二 所以抖音用户 你们不惭愧吗 要加强学习了 觉得它漂亮的 品种哥666 只要是农村人 就一定知道这什么 品种可能不太一样的 我说的是南方农村 旁白这兄弟可能是费州人 因为这虫子产自 费州中西部的森林里 学名Cosmoderas femoralis 没有正式中文名 有的爱好者翻译成 卡麦龙披甲树中 中国南方有其他的中司 但是你不能说南方农村人 一定知道这是什么 亲缘关系还是差很远的 就好比你放一猎豹的照片 然后说家里养猫的 一定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老的合适吧 这个是黑饼碳角菌的菌核 民间俗称乌铃参 只长在废弃的土下面的白蚁窝里 土漆白蚁窝 在白蚁使用的时候 就容易长鸡棕 白蚁窝一被废弃 这黑饼碳角菌就开始长了 钻出地面 长出这种紫实体 地下就在白蚁窝里边 长成这种黑蛋一样的均核 里边的肉是白的 老百姓拿它当药材 据说挺好吃 楼顶 长出了这么多的碎骨骨 这个在民间叫碎骨骨 骨碎骨的都有 植物学上也有个骨碎骨科 但是这不是 这是水龙骨科的 叫胡绝 它是在大树或者石壁上攀爬生长的 同时有两种叶子 一种是在基部 短短的负责接住 树上山上掉下来的土啊 鸟粪啊之类的营养 一种是长长的羽毛状的 负责散播包子 这是中美洲的一种版族园 OED拼那鼠的 清洗照片来两张 这视频17年就有了 但当时是没声呢 最近又出来了 这回有声呢 有什么可乐的 一惊一乍的 吓我一跳 我在这抓海菜呢 然后 这是什么东西 看了一下这兄弟在青岛 那么应该是强壮枣钩虾 是北方海边的海藻里 最常见的一种钩虾 钩虾跟虾其实没什么关系 连木都不一样 钩虾是端祖木 虾是十足木 这个是曼丽木的柳叶曼阶段 曼鱼饭的这个日本曼丽 还有这样的海曼 还有这个俗称虎曼的裸胸扇 小时候都会经历这个柳叶曼期 我朋友水下彻影师张帆 拍过一段极其精彩的柳叶曼视频 给大家看看 这个阶段 它的身体不是肉组成的 而是粘多糖构成的 消化系统简单到几乎没有 就是吃水里的有机物碎线 长大之后才变成各种正常的鳗鱼样子 这是东南亚的大眼斑制在秋 它开屏是拿翅膀开 飞羽的一根羽毛特别长 而且还有好多眼斑 这么华丽的开屏 但是雌性为什么看上去无动于衷呢 其实这就对了 雌性要是一看就 啊不行了 那对雄性就没有一个筛选的压力了 雌鸟就是要成为一个冷静的鉴赏家 优中选优 越好越不想好 这样才能筛出最优秀的雄性 很多物种都是这样的 好今天就到这 下回攒够一波视频 再给大家鉴定网上热门的生物